新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莉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带你们去看一下花园有什么新变化吧 草莓又红了,前不久摘了好多 有话有说这个草莓不要让它熟透了再吃 七八分熟的时候最好吃 我来尝一下 真的很甜 胃很浓,很香 很好吃 果然是这个没有熟透的好吃 之前我摘了十多个那个很熟透的 胃的话比较淡,没这么甜 好吃 这里还有一个,摘了去 你们想尝一下吗 这么漂亮的草莓 而且这个草莓从来没有打过药哦 这一盘龙土珠,它的这个红色的珠子 吐出来之后,开出了一朵花来 这个红加白,非常的漂亮 这个风车莫莓给它做了牵引之后 它是长得越来越快了 这个枝条都长到这里了 而且我还发现它这里是会 不知道是分泌什么东西 还是长出根来 它会黏住这一个牵引的棍子 太神奇了 可能它像这个爬山虎一样 这个攀爬能力非常强 这盘铁线梁水晶喷泉 现在它的这个花全部都开出来了 刚开始这个花开出来的时候 还没那么好看 因为它是感觉像看上去是那种全绿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颜色就变成了这种有点紫 然后又有点红 这样搭配起来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它中间这些小小的虚 果然就像这个喷泉喷出来一样很漂亮 我的六盆绣球花 唯独只有这一盆没有长出这个花蕾来 可能是这个品种的问题 因为我买的是混苗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因为有些品种是老枝条才会开花的 那么这个新长出来的枝条可能就不会开花 而这一些的话全部都有花蕾 这个花的话都感觉快要开出来的 它是最后运蕾 但是它的这个花蕾现在是最大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 这一棵是去年种的 这个根系更好 播种的这个紫苏和这个线菜 现在都出芽了 现在就把它们搬去酥过去 这一盆生菜可能是昨天下了大雨 倒浮了很多 应该很快就会竖起来 这个苏果皮的变化又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 哇 这个黄瓜已经开出花来了 哎呀要不了多久可能就有黄瓜吃咯 哇这一些小西红柿又大了很多 而且好像很多枝条上面都要马上就要开花 像这一棵的花它都已经开出来了 还有这一棵也开出来了 哇这个蓝莓又大了很多 变得圆不隆的 哎呀要不了多久可能可以摘蓝莓吃咯 这棵柠檬长大了很多 之前这个芽才一点点 现在变得这么长 而且很粗壮 我记得最早的话 是它开始长了一个小芽出来 现在都长了可能有二十厘米长了 可以可以 这棵头桃牵引感觉有点失败 它还是想往回走 哇这一个的话也长得这么高了 让它往上爬吧 这棵土豆的叶子是越来越黄了 你们说什么时候采收好 反正我知道这个面上是有很多很多土豆 你看看看看 哈哈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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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土豆肯定很大 哎呀 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采收了 这棵三角梅的花是开的越来越多了 这个颜色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喜欢 这两盆扦插的这个自子花长得是越来越快了 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盆太小了 大家看这表面全都是它的根 如果不给它换一个盆的话 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现在就给它们换盆 之前是用12号的这个控根盆 现在用15厘米的这个控根盆 土的话我还是用这个酸性土来种 先在盆底加点土 再把它们取出来 这一盆可能有点难取 因为它这个底下的根全部都长出来 稍微把它跟这个花盆拖离一下 可以哦 看这个根很发达哦 稍微捋一下 继续加骨 稍微提一提拍一拍 稍微提一提拍一拍 四周摁一下 再加电池 稍微提拍一拍 再把这一盆也取出来 这个的根也很发达 再给它们浇透水 是一个自主化的这个脂干 比之前扦插下去粗了很多 可能粗了有一倍 看底下的这个芽 要给它 掰掉 让它只长上面 加热 浇透之后就可以搬去换苗了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一两天就可以 程搭配 你的部分 相似起来你 只记得四周摊